我们离婚协议书准备好了 去年和李懿一起献身 羽球赛却没同组 六月这玩笑让旁人听了捏冷汗 毕竟这对13年夫妻屡屡爆树婚变 李懿跟六月结婚来 价值观差异被猜疑以外 周刊更报半年来已经分居 鲜少一起进出家门 李懿充事业之余常住在工作室 六月忙顾家 两人也各自考赛职专班 而社群上除了去年底全家露营外 再来就是三月女方过生日 两天前双方PO李懿生日聚会照之外 夫妻鲜少在社群晒恩爱 尤其近身后六月就回家 李懿则和好友续团 三年多前一笑而过 如今离婚消息在引发议论 六月对此亲上火线 脸书发文老夫老妻为琐事摩擦生热 并强调佩尔兰没有变 不耐烦 我说我会不耐烦 你说 你刚刚说叫我不要念你 然后你会不耐烦 所以有时候要念我 我就会不耐烦 夫妻俩回应媒体时 六月表示双方是各忙各的 距离产生美感 她坦言的确很少出油 但少了摩擦没有不妥 还笑说想活九点 敌意听闻后则表示习惯就好 一口同声各忙各的否认分居 彼此也没有避开 更有五个符号回应六月的文章 亲自打破传闻 TVBS新闻周一峰红星 打破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